中共週三發表新國防白皮書 指責美國挑起和激化大國競爭 首次提出所謂永不稱霸、永不擴張 永不謀求勢力範圍的說法 美國前太平洋艦隊司令史威弗認為 區域內很多國家都對中共軍事目的不透明 感到擔憂 若其增強軍力是為了動武和進行脅迫 將造成區域不穩定 中共新國防白皮書狠批台灣民進黨堅持台獨 稱其遐揚自重重申不放棄對台動武 美國新任防長埃斯帕23號宣誓就任 他已關注中國20年 主張應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